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林丽如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 近年来随着桃园高铁站周边的开发 公共设施的需求也逐渐的增加 而位在桃园高铁站旁的皇家社区 虽然是邻近天幕篮球场和购物中心 但是却没有公共厕所可以使用 造成了民众的不方便 对此桃园市议员透过养工处 来争取设置公厕 来完善这里的生活环境 位在桃园高铁站旁的皇家社区 因为邻近天幕篮球场与购物中心 因此每逢假日总会涌入大批人潮 不过周遭因为没有设置公共厕所 不仅造成运动及逛街民众的不便 同时还曾发生有民众随处便宜的情形 这个天幕篮球场都是很多人在使用 尤其假日的时候 像下课时间都是很多小朋友 大朋友都会来使用 然后面临一个他们很大的困扰 他们要上厕所 没有地方上 有时候他们会就近在那边 外面随时大小便也不方便 对我们这个篮球场 天幕篮球场跟皇家土地公 跟周遭因为我们这边现在非常繁荣 所以人潮非常多 所以使用的机率厕所一定要盖 清洁部分 那当然我们这边一定是全力支持 因为志工都很愿意帮忙 这是未免服务 近年来随着桃圆高铁站周边的开发 公共设施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而桃圆市议员徐奇万 透过向养工处争取设置公共厕所 并持之260万建置完工 不仅要方便民众的生理需求 同时也要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那当时来这边开了会开了以后 确实在这边的运动的民众非常多 而且在土地公 这边拜拜的民众也非常多 而且你看周边又是合议饭店 又是那个水族馆 在这附近的人数 现在多 但是就是缺少一个厕所 花了260万来做建制 那水电的部分呢 就由我们公所来做整个来支付 那给我们这边的民众 带来相当大的一个便利 目前大园区皇家土地公旁的厕所 在经过桃圆市议员徐奇万的协调下 透过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方式 除了打造两间的公共厕所 并交由皇家土地公的人员来清扫维护 与此同时也要请民众发挥爱心 共同维护得来不易的公共设施 记者我们的讯谈不到 不用到深山 在都市里也能够保护溪流的生态 为了避免工程误伤了台湾原生种的西鱼 桃圆市水务局在日前举办了护渔活动 邀请在地的汴州里里民和汇姬国小的师生们 一起到中游炼油厂帮鱼儿搬家 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唤起大家对于保护环性的重视 桃圆市水务局最近将在水片头排水干线 进行绿浪环境改善工程 为了避免在施工过程中 误伤了台湾原生种西鱼 因此在11号下午邀请附近的会计国小师生 喊遍州里里民一同来到桃圆中游炼油厂帮鱼儿搬家 希望透过护渔活动让大家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开工 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这个要保护的物种呢 来做一个这个保护 然后搬移到上游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庇护所 那等到我们明年这个完工以后呢 我们再让鱼类回到它原来生活的这个一个家庭里面 现场除了有鱼类科普教学 水务局也直接派人到水便头排水干线捞西鱼 让小朋友们能一睹鱼儿的庐山真面目 强化他们护鱼的决心 那你有需要什么东西吗 要保护生态环境 因为可以维护我们台湾原生种的鱼类安全 包含名坛吻虾虎 以及身体上有一条明显黑线的台湾马扣鱼 这些台湾原生种西鱼将在工程期间 证实移居到未处上游的练游场内 等到完工后再安全返家 我想我们一定会扮演好这个季亚家庭家长的一个角色 那在这个工程结束之后 我们一定会让它白白胖胖的回到原来的这个棲地 那共同要印证这个改善后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 这个清水的这个廊道的一个风光 水务局也表示 水变头绿狼工程将采用生态工法 为重返家园的西鱼们提供躲藏的空间 希望打造出一条人与环境和平共存的绿狼 让市民们未来在清静自然的同时 原有西流生态也能继续生生不息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道 观众朋友听说过国际发明展吗 每年世界各地都会举办国际发明展 而桃园市的学生近年来在国际发明展的表现 真的非常亮眼 不仅利用随处可得的材料来制作各式各样的作品 同时这些创意也让他们获得国际发明展金牌的肯定 会计国中学生用英文流利的介绍着自己发明的作品 而这些作品不仅充满创意 同时也获得多个国家的国际发明展肯定 桃园市会计国中透过培养学生创新思考与实作能力 也让教育局局长校说想投资学生的创意 这个也是市面上有得买 它也是软的 所以没有办法固化 那经过孩子们的创意发想 这个就是硬的 这个钢土交代 这个以后很有前途 我也想投资 很开心孩子的进步 在老师校长的培养 我们会计国中 当然也有中立高中的孩子 在科学创意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的小小的发明家 我们应该给他更热烈的支持 各式各样获得国际肯定的得奖作品 就陈列在桌面上 像是这个仿糊棉罩 就是学生为了因应新冠肺炎而特别制作 将可以大幅减少口罩的使用量 另外还有学生利用物理原理 制作绿油汤碗 同样也获得国际展金牌的肯定 原本就是因为看到一般的口罩 它其实耗材量非常的大 那我们现在这个 它里面用的这边这片 这个过滤片 它就是用口罩中间那一层 而且它的面积很小 它只需要用到一般口罩的66分之一 那这样子耗材量就是降低了非常多 绿油汤碗 那它的工作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透过我们油的密度比水还要低 所以油会浮在水面上 那只要我们的水面高度高于我们绿油汤碗中间的一根管子 那它的油就会透过那根管子 从里面的碗绿到底下的一个肌肉器 淘渊市会计国中的小小发明家们 透过将随处可得的简易材料 利用物理原理 制作成钢土胶带 去皮手套 磁力炮 简易托具等发明 不仅在国际发明展夺得多面金牌的好成绩 也让台湾学生的创意被世界看见 记者网站台报道 桃园大园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长辈回忆起早期的大园 特别是举办消失的风景线绘画课程 而长辈们透过彩绘农村以及飞机 不仅要为大园的农村社会留下记忆 同时这些阿公阿嬷也将大园近年来的航空城变迁 给记录下来 一幅幅美丽的画作就陈列在桌面上 而这些画作都是大园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长辈回忆早期的大园 因此特别举办消失的风景线绘画课程 希望要透过彩绘让长辈再次回味自己的青春时光 他们以前的那个就是用他们的老照片 来呈现他们以前所看到的 他们所想到的那个风景 因为现在那个已经不是像以前他们的那种风景的那个样子了 所以说他们现在画的就是有些就是延伸他们以前所想到的 他们的青山绿水啊或者是说稻田啊一些的那个风景或是老房舍啊 他们心中想说飞机一直在头顶上飞 那是不是以后也是会留给后代说 以前我们的环境就是在头顶上就是有飞机飞来飞去的 大园区由于临近桃园国际机场因此长辈的画作中除了充满怀旧元素 同时飞机也成为长辈作画的主要题材 而近期随着航空城计划的开发 长辈也透过画笔 而为首席的大员留下最美的回忆 桃园这里就是飞机最多啊所以给他画一支飞机 旁边有一个军队有一个营七雅 他就是有看到啊 这个很清早啊 你知道是不是怎么样 给他画起来啊 就说我们这个社区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 让他画这一步这个桌出来 让我们回想啊 就是飞机这的啊 对啦 飞机就是树啦 我们在炒啦这样 这只飞机是想说 我们住在那里 飞机很炒 炒啊最近我想 好啊 有一个飞机做纪念 大员社区发展协会 趁着航空城开发前夕 透过请长辈画出自己 心目中早期的大员 不仅要为大员的农村社会 留下记忆 同时长辈也将大员 近年来的变迁记录下来 而这些美好的彩绘 也将成为大员社区重要的历史 记者我们军团报道 那么在大员区的内海里的水灯窟 由于未处海水涨退潮的交界 再加上近年来极端气候的异常 以及地形地貌的改变 导致先前还出现水淹到 两层楼高的情况 对此内海里透过加入 自主防灾社区 期望能够透过防灾课程 来提升民众的应变能力 大员区内海里的水灯窟 由于未处海水涨退潮的交界 加上近年来极端气候的异常 已经地形地貌的改变 不仅淹水灾情频传 甚至先前还出现水患淹到 两层楼高的情形 严重影响民众的居住及生活环境 以前最早以前 这个水灯窟是不会淹水 因为地形地物的改变 那个返冲带被破坏 所以现在会淹水 以前淹水 我忘记时间 淹到大概有欧城楼高 自从我上任之后 我就请水务局来河川诊治 近这六七年来都没有在淹水 河川诊治不是永久的想法 应该是水务局那边还要 看地形地物 怎么来改善这边 溢淹水的现状 大园区内海里里长为了改善水灯窟的淹水灾情 因此近年来除了请桃园市政府水务局 进行改善以外 另外内海里里长也特别申请加入水患自主防災社区 希望要提升民众的防災意识 借持保障民众的安全 现在是里面 我们是想要加强教育 所谓参加自主防災 自主防災现在都有固定来交水 因为来繁范益房 如果一烟水灾上来的时候 要怎么疏散里面 给大家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印象 现在也去参访别个地方 人家自主防災是怎么做 所以现在我们是一直在教导里面 也希望你们愿意参加自主防災 可以来加入我们团队 大家来了解怎么疏散 怎么防范 怎么预防 为了大家的安全 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 大园区内海里 从今年加入经济部水利署 所办理的水患自主防災社区后 透过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 不仅提升社区居民的防災疏散等能力 同时也藉由参访交流 藉此加深社区居民的防災观念 记者文中军团报道 绿色捷运是从我们的火车站 一直延伸到如主地区 这个是我们桃园的交通命脉 也是能解决我们桃园区中正路 阻塞最严重的方法之一 我现在也会全力的来监督 我们绿色捷运营的施工其成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鱼 桃园越来越好